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2年9月15号星期四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三大股子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 各股方面基本上是这个多头呢 牢牢占据优势 这个上涨的数量寥寥无几 不管是个股还是板块啊 基本上都是全线下跌 那么风时当中 我们也看到今天虽然说受到一些隔夜的 我们看到这个一些利好 比如说银行把这个利率 存款利率降了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依然没有把这个大盘拖起来 早盘高开一下之后一路回落 那么银行板块今天虽然走的强 但是没有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护盘作用 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大多数的题材 尤其是之前那些新能源题材 新能源车各种这个电池 大科技题材 那么今天的盘中均出现普遍的一个下挫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盘后市该如何走 今天呢这个虽然尾盘呢有所反攻 但是啊我们看到这个力度其实还是不够啊 盘中最多的时候呢跌了大概是五十几个点啊 那么最后呢虽然说收上来了 收上来一些啊 但是这样的一个反抽的力度啊 今天我认为还是不够的 那么短期来看 呃今天盘中最低点接近了 这个九月五号的低点啊 那个地方大概是三千一百七左右 那么这个位置应该是有啊 这个呃两个交易日左右的反抽啊 我认为这个反抽的空间不会太大 那么从六十分钟周期下看啊 大盘呢目前显然啊 已经出现一个明显的K线组合 这个K线组合呢是呃这个看呃看涨的形态啊 那么接下来后续会有啊 我刚才讲啊会有一到两个交易日的反弹 反弹之后大盘仍将进入横盘修整状态 那么在之前的一个呃分享当中啊 我跟大家讲了啊 其实这个横盘的区间下沿三千一百五 上沿三千三 当然了有没有说三千一百五肯定撑不住啊 在下方会不会做一个右空 我认为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 现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有两手准备 三千一百五击穿了一定是右空啊 一定是右空 不可能说在这儿啊 重新开始呃那么一轮啊 这个比较大幅的沙跌 我认为这个沙跌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也就是说击穿三千一百五 又到了什么 又到了黄金坑的挖黄金坑的时候啊 所以呢我们说上面三千三是吧 短线阻力或者是季线啊 或者是我之前给大家讲的上面这根很重要的反压线 去年的两个低点啊 3月9号和7月27号两个低点连线啊 这个线呢是一个反压线 或者是六天均线啊 那么这个地方继续围绕半年线 反复整顾啊 反复震荡是吧 那么这两天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重大的利空啊 尤其是今天15号了 那么我已经之前好像给大家已经点名过啊 我说关键一个重大的事件 对吧 要来了 那么马上结果就会分销 是吧 所以说呢市场在这样的一个预期下 盘中啊没有明显的这种啊 这个这个力挺的啊 或者是大局买入的动作 反而是说盘中当中啊 今天这种啊 持续杀跌的力度啊 还是比较大的啊 那么虽然午后呢 有所呃 有所收复啊 但是这个力度很有限 呃 毕竟啊 这个这个事件 我认为是今年下半年啊 最大的 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啊 就是今天晚上 是吧 那么在呃 在这个呃 美国时间啊 那肯定是半夜了啊 那么做出这样一个举动 呃 那么我们现在今天15号 可是西半球呢 现在还是没到这个时间啊 那我们大概是今天呢 半夜啊 两三点钟左右啊 12点啊 12点钟左右 那么对方可能是上午的9点 10点钟左右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呃 那么时区不一样啊 所以说呢 呃 到这这样一个事件兑现啊 那么接下来我认为明天呢 可能会有短暂的反弹 那么后边呢 仍将持续啊 走弱啊 3150一个重点观察的技术位啊 那么我刚才也讲了啊 击穿的可能性也存在 当然这个地方也可以挺住啊 就是关键看后续的呃 外盘的这个市场的共振啊 以及我们国内的相应的 有没有一些利好政策的持续出台啊 呃 也是一方面啊 大的方向上 横盘修整啊 那么这个时间段依旧会维持下去 这种区间震荡 我认为是在国庆节之后啊 大约是呃 这个重大会议召开的时间窗啊 这个左右啊 我认为这个时机曾迎来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向上的反转的司机啊 所以眼下呢 还是要注意啊 正如我昨天给大家讲的 还是要注意仓位上的一个控制啊 不要过于重长 当前的仓位半长刚刚好啊 就是50%的仓位啊 不要把所有的资金账户的资金全买了啊 那么短线呃 这样的一个走弱可能是说刚好啊 我也跟大家讲了 那你就说在这个下跌阶段 对吧 买完的股票又出现回撤 大家的心理上一定会不舒服啊 所以呢 我们留一半仓位 是吧 那么还有一半呢 啊 有些这个资金 那么等到的一个时间窗 我们再加仓啊 这也这也非常好的一个举措啊 那接下来我就不多讲了啊 那么对于股指来讲呢 中期呢 仍旧属于慢牛节奏啊 低股指蓝筹这一块 今天走的还是不错的啊 第四净率 今天收阳线啊 低估值蓝筹呢 200只超级蓝筹都是跌破了 股价跌破了美股金资产啊 那么这些蓝筹白马股目前的估值五倍多一点 所以呢 没有下跌的空间啊 不管是受什么样的利空的消息的扰动 对它没有影响 它关键的这个目前的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估值非常的便宜啊 非常便宜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领涨的这些板块 从资金流入的角度 我们看一下超大单主力机构资金到底今天去了哪里 首先就银行啊 我说了啊 昨天呢 这个银行啊 那么出台了一个降低从款利率啊 这样的一个呃 这么一个举措是吧 那么降低从款利率同样啊 没说要把银行贷款的利率降低啊 那这样的话你就是资金的来源不太利率降低了 你之后贷款的这个利率啊 没有变 那么这样的话就存在一个大的一个从贷差 那么从贷差 真大对银行来说显然是利好 所以原来我来的钱啊 我这个资金的成本对吧 比较高 那现在我的资金来源啊 这个资金来源的这个资金呢 它的成本低了 给的利息少了 我要往出代呢 我还没有变化 那相当于降的这部分啊 这个利率啊 利息 那就是给了银行增加了银行的利润了 是吧 显然就是一个利好啊 像我们看到今天银行跳空高开 是吧 板块指数收收中央线 各股方面 基本上是大部分上涨啊 就是银行今天看的话 超大单主力机构资金净流入17.6亿啊 主力机构资金 房地产那必然也是也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几例啊 对吧 银行地产 从现在来看 那房地产 那房地产依然是银行第一大客户啊 房地产行业 他俩是一对孪生兄弟啊 利益牢牢的孔绑在一起 那么这样一种利益结构 我认为一丝办法不会有变化 房地产依然是银行贷款的最大来源 最大客户 所以我们看到房地产同样受益啊 今天的主力资金净流入17.7亿 然后我们看到证券保险 这两大金融板块 同样是主力资金 超大单主力资金净流入啊 那么证券流入是2.5亿 保险流入是2.4亿 然后我们也看到大消费板块的主力资金在净流入 谁呢 酿酒啊 我在上周跟大家强调 我说本周啊即便有机会 大家都要注意大消费 是吧 酿酒主力机构资金净流入8.4亿 然后是医药主力机构 大单资金净流入2.2亿 家电净流入2个亿 家居用品净流入1个亿 然后呢 传媒娱乐 法族福祉机构资金净流入大几千万 是吧 然后旅游 是吧 今天旅游板块指数逆市还上涨呢 净流多少呢 净流入5000多万啊 这都是很明显的 接下来广告包装文教休闲一类的 日用化工的这都是大消费啊 是吧 那我们看到果然啊 从主力机构资金力挺的啊 关注的一些机会里面大消费很大一块啊 今天前20位里面大金融是吧 大消费那金融和地产那是低估值难筹的一块啊 然后我们也看到呃 今天煤炭板块指数啊 煤炭板块机构资金净流入一个多亿 那我们看到目前呢 煤炭板块依旧是没有改变趋势是吧 这个方向还是维持向上 那么大消费里边的旅游 我们再看一下旅游板块指数 今天呢 一根长下一线 那么在这根是季线啊 六天均线上方 我们看到连着是五个脚一日起稳 对吧 接下来我们说上方有个暂时的反压线 那么今天最高点呢 其实已经够到了半年线 那么接下来旅游板块指数会不会持续走强 我认为国庆小长假 这个来临之前 旅游板块指数大体位于高位啊 会震荡上行啊 这个阶段 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啊 那接下来啊 别的板块我就不多讲了啊 今天关键提一下 有些板块呢 今天资金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 电器设备有色化工电力汽车半导体 就是之前呢 这个受阻力资金关注 涨幅榜上每天都排名靠前的 这些题材啊 今天呢出现较大幅度的一个流出 电器设备里面都涵盖了什么 从这里面看光伏锂电池储能 然后下方我们看到风电 对吧 然后轻能源了什么这个锂矿之类的 充电桩 这些都跟什么相关呢 就是刚才讲了电器设备 跟行业相关的 今天是主力资金呢 确实是出现较大幅度的流出啊 显示呢 目前的调整还在这个持续当中 对吧 实际上这些题材我认为 接下来的这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 因为今天是9月14号 距离9月10月16号 那么除了国庆节之间这期间的几天 几个休息日啊 那么他的交易日 我觉得到大概十大几个交易日啊 大概十七八个交易日左右 那么这段时间 这些之前表示表现非常强势的 期材指数 那近期开始洗盘 所以呢 我们说他后续会不会领涨呢 我认为照样会领涨 但是调整起来 这个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现在 这些个股 是不是到了我们该加仓 或者是眼下要抄底的时间呢 我认为没有 没有到啊 还没有到 那么后续的回踩 还是有点空间的 那么接下来 我在这里面以理电池为例啊 因为之前的反弹呢 也比较强势啊 那这一轮反弹上来之后 那么走了一波这样的一个 N字形的调整 那幅度上来看 时间上来看 理电池题材还没有到位 还没有到位 那么我的复图量化指标上显示 那么踩到零轴啊 这个超迈的指标 尤其是深蓝色这个曲线 离零轴还差一定距离 那么即便到零轴 它也有一个钝化的过程 所以现在理电池题材指数 还没有到底 到底在什么位置 我认为大约啊 再往下一点啊 大约是在下方啊 从现在看 2550点左右 再往下啊 大约是2300啊 2300左右 踩到这个位置啊 然后把这个所谓的 二浪的回踩 调整完之后 后面才能迎来啊 新轮行情 所以前期这些热点题材 就这两天利用这种下跌 我认为是个好事啊 大家没有做到啊 那么往往一买就是买在高位了 但是这次要注意啊 这次呢 这些热点题材 我们看到今天 不管是跌幅榜 还是主力资金的流出的 这个排行榜上来看 都是居于前列 我认为这些呢 这是好事啊 就是之前大家没有做过的 没有赶上内容反弹机会的 这次下来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二次给你机会啊 那么后续我认为 时间第一啊 也就是不到时间 不要啊 着急去抄底 因为这个时间点 我也跟大家讲了 国庆节小长假啊 之后的几个交易日啊 这个具体哪天 我也不细说了 我之前 我记得跟大家提示过啊 所以近期怎么办呢 清仓等待 加长机会啊 那么有的仓位减轻 前期是降半仓 昨天提示大家 降半仓是吧 降长 那降下来 暂时就不要动了 对吧 他调嘛 调到那个时间点 然后我们再把其余的 再加进来 加做一次加仓动作也可以了 那这些题材呢 从中期看 还是还是向好啊 因为代表了新经济 数字经济 新能源啊 这个呃 代表这个低碳经济啊 这个方向 必然是未来的大趋势啊 所以这一块呢 仍然是我们说市场 修整完之后 后面的主要的啊 这些主题机会啊 那么值得大家呢 到时候去抄底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顺利